CAPCON 我剛剛提到打機 大家一定對CAPCON這間公司很熟悉 出過街霸、熱選裁判、諾克人 很多很多大家都很熟悉的遊戲 來到這個Store 其實都是買回這些經典遊戲的精品 大家可以看到 先進來 有一些比較漂亮的Mon Hunt 精品 嘩這個真的漂亮 但這個是Display Only 這個是... 這隻龍我忘記了 風乾龍脫皮 諾克人、法沙拉、街霸 都主要是這些為主 但我們進來可以看到 有些蠻特別的 這個是街霸、印度魯咖喱 這個是Balhasa咖喱 這些如果買回去做手信的話 我是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這個Balhasa 這個碗紅市警署 這個Logo 真的大家掛在衣服上 扮這個帥哥 這件都可以的 我們可以看到一大排公仔 有大臣、Mon Hunt、街霸、諾克人 都比較漂亮的 但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大家這期打Mon Hunt 都相信打得多了 他在過樓裡 就專製了一個Mon Hunt區 這個Mon Hunt區裡面 就賣了一些比較大量的Mon Hunt產品 最重要是有一個社交位置給你拍照 可以拿著劍跟紅火龍打架 當然你找到人幫你拍 這裡就有一些Mon Hunt的衛衣 掛毛巾 只剩下那些可能是入到日常的產品 Mon Hunt樣的胎 其實雪村要只不過在幾色胎上印一隻麒麟 印個滅陣龍 印個蘇聯 那漂亮不漂亮 值不值買 就看國客的信仰值 不過這個挺漂亮的 這個有齊的武器樣子 最後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都是公仔類的東西 那CAP CON區就走到差不多了 入寶漫畫 我相信大家有看過少年針 我們來到這裡其實還有一間針店 我們來到門口 首先會看到一個比較大型的路飛圖片 二合也是一個雪村空圖片 方便大家一拍 哇 原來真的是針的這些東西 不過這個針索 可能對大家來說比較普通一點 因為它所賣的剪品 我初見就跟平時的針索沒有什麼分別 主要都是 講到老土的一些精品類 就是掛畫、杯公仔那類東西 如果你有看開針的漫畫 或者是一些完了連載都可以在這裡買到精品 有銀魂、海賊王、火影 這些大家都懂的東西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那我就會看到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只有這間有 這裡可以買回一些 作者原畫的高級複製版 高級複製原畫 價錢比較金一點 排球三萬日圓 火影三萬多一點 這幅一片是六萬多 那總共是六萬五千塊 那比較貴一點 那因為賣的東西都差不多 那如果閣下呢 如果有台灣的針索 大概都知道會有什麼賣 那我這裡就這麼多介紹 日本出了不少一張大量的東西 二人化的遊戲 其中有一隻以女性香為主 就叫刀劍聯武 其實在這裡都有放一個自己的展區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美女姐姐的starts 都全部穿回到黃款 特別有味 特別有feel 那我們可以在這裡買回這些 相關的製品 不過我不是很熟 就不多介紹了 在業務商店旁邊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間叫LB Port Out Feature 那這間呢 其實會跟不同的主題 去換不同的產品 那我們現在旁邊呢 因為其實數碼暴龍 就有一套新劇場版 就是叫 Last Inside Illusion 就是上了 那在這裡呢 現在到1月8號 就會放這個 數碼暴龍的各大精品 那就有 喂 如果你小時候有看數碼暴龍的話呢 那來這裡買東西 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